最近在网上流行起了一个新词,叫霸灵脸,什么叫霸灵脸呢? 顾名思义,就是长得拽拽的,看起去像校园太美的脸型,娱乐圈里谁最符合呢? 不少网友觉得,关小彤这长相就是一张典型的校园霸灵脸,互扑网友的讨论都在网友的发帖和网友觉得, 关小彤也想给人一种强势的感觉,肩身肩太宽,又绑扎腰圆的,在一群小鸟般依人的女性中显得格外威武雄壮, 还有网友觉得是关小彤起场太狠,很像学校里的大姐大,如果从关小彤的身形来看, 她的肩膀是比较宽纳圆纹的,这种天生的优势,让她一出场就能胜人一筹,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电视剧里的人敢在老姚AO一下头,挺一下胸了吧? 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肩看起来更宽,从剧场上先把对方KO掉, 不信你可以看这张图片,关小彤由于天生的优势, 尖宽足足比杨子多了近五分之一,使得关小彤就算把手随意搭在咖杯上, 都能感觉到把气侧路,其次关小彤敲的剧对她的人设也产生了中央的影响, 她之前演的都是这种比较酷酷的角色, 比如热爱格斗的Meta,整个人是拽拽的, 看她之前和孙红蕾一起演的好先生就更明显了, 在里面,关小彤饰演了一个叛逆少女, 差不多就是那种我车烟我闻生我喝酒, 但我知道,我是个好姑娘的类型, 这种仿佛穿越到上世纪90年代迪斯科舞场的动作 关小彤也毫无压力的扛了下来, 我们都知道,关小彤从娃娃起就开始演戏, 是没名副其实的小童星, 不少人把她归为国民闺女,一类, 不管是拍映照还是演戏, 她呈现给我们的永远是一种自信格的feel, 所以藏一张校园霸凌脸, 到底霸凌了谁呢? 讨论的网友提到, 没有一次录制坏板发生的事情, 关小彤得知要惩罚马斯诚实, 把橡皮筋拉得快, 跟她腿一样吵闹, 平时妹子闷杂头发碰到橡皮筋断掉时, 都能疼到娃娃叫, 当关小彤松手时, 吃光群众隔着屏幕, 都能听到那清脆的PIA声, 马斯诚当场被弹得呲牙咧嘴, 泪眼汪汪, 在其他游戏中, 关小彤也是发挥了十足的自信, 一个游戏能不能看出校园霸凌人设, 那就留给大家讨论吧, 但是要说光看脸型便便真假霸凌, 其实也有点愿望她了, 拍照时假装秀一下花, 学学猫叫, 绝对能逆袭回人设, 校园霸凌脸, 除了关小彤被提名, 还有凌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凌远真的那种酷酷的样子, 随便找一张图, 都是酷酷女孩的Fu, 穿上那些休闲的运动服啊, 校服啊就更像了, 这也绝不得凌远, 主要还是因为凌远的眼睛气长, 当她一做出那种妩媚的挑言申请时, 就会觉得连班主任都束手无策了, 抛开校园霸凌脸这个说法, 但凌远这样子在校园里绝对不会被欺负, 又霸凌, 就有被欺凌, 娱乐圈典型的校园被欺凌脸, 林依晨可以算一个, 喂, 啥嘞, 因为林依晨脸型圆圆可爱, 总给人一种软糯糯的感觉, 就是非常可爱, 没有攻击性, 关键林依晨性格超好, 说话也温柔, 好像好好欺负的样子, 看后总想大声对她喝一句, 明然不说暗话, 有没有男朋友, 所以林依晨也恶作剧之吻, 真的完全没有压力呀, 因为她的长相就是相亲本人啊, 录给几张图, 看看, 这种软萌软萌的样子, 真的好想揉揉她的脸啊, 啊啊啊, 这种笑起来没心没肺的表情, 总能挠补出一部韩剧, 就算露出一副凶狠的样子, 也感觉是在上交保护费, 不开玩笑, 一张脸就能看出这么多门路, 突然觉得这年头出来混, 真的太艰辛了, 日后又想低调, 估计也只能这样了。